Zither Harp Always do 没理由 就要你做我女友 谁都没机会 就要占据你的心 不会拒绝我 So where are you Cons to my party 因为我知道 你才就是人群里的焦点 阴光太高 不能怪我 也让大家看到你 C我 那认真不确是我的目的 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 没错请你接受我的表白 要知道我从不会被拒绝 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 I'll be your big girl for 当你听完之说歌 是你的独白 因为不用笑我都知道 对面的那间不错啊 不行 隔壁是杜婉晴的办公室 这也太巧了吧 那就那间了 她是公司的副总裁 我也是公司的副总裁 这肩并肩面对面 以后沟通多方便 赶快找人帮我打扫一下 我要开始办公了 来来来 吴老师来 来 我们坐这儿 就这儿了 好嘞 吴老师 你看你这么忙 还得抽时间给我们学生 办这个音乐讲座 吃这个简单的工作菜 招待不周 多多包涵啊 你是不了解我 我就爱吃学生吃长个饭 你看 周边这么多年轻人 我觉得自己都年轻呀 在我们学院有好多学生 那都是您的粉丝啊 老肖 以后当我面 别说粉丝这俩字吧 这可是偶像的专用名词 在我个人看来 粉丝 等同于 弱智和脑残 吴老师 您看您这风格 可是一点都没变呢 这说话还是这么犀利啊 刚才讲座的时候 我已经提到过了 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最难得的是什么 就是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和保持头脑的清醒 与其搞什么个人崇拜 不如让学生 面对面地跟我来交流 我更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 我愿意跟他们沟通 愿意听跟他们来辩驳 甚至于骂人都没有关系啊 真的啊 吴光老师 我觉得你说得太好了 你 老师好 你好 我这是过来有几个问题 想向您请教一下 可以吗 好 吴光老师 这里是郑博旭从选秀拿冠军之后 所有的日程安排 包括行体课 舞蹈课 声乐课 钢琴课 健身课等等之类的 我又不是他经纪人 你给我看这些干什么 因为您在文章中说 看不到他的任何进步和努力 我觉得这对他不公平 所以我希望您能肯定他的进步和努力 而且他上一周的日程安排 已经比三个月之前的密度大了一倍 行了 不用说了 首先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情况 是不是真的 其次 即便这些情况是真的 那么作为一个专业的歌手 仅仅努力就可以了吗 努力了 歌还是唱得一团糟 这不恰恰说明他不适合干这一行 打个比方说 一个厨师做了一道很难吃的菜 对别人说我努力了 那我们就得硬着头皮把菜吃完吗 对不起 我不买单 我录了几段郑波绪唱的歌 第一段是他选秀比赛时候唱的 第二段是他三个月前 在公司录音棚录的 第三段是他的新单曲 每一段的高音部分难度都有增加 而且他的气息越来越稳 您可以听一下 我告诉你不用再听了 这只是差劲和更差劲的区别而已 没有任何意义 有意义的 这说明他的努力和付出是有意义的 而且他有在进步 你就实话实说吧 你来找我到底是为什么 是为了让我撤销上次发表的那篇文章吗 你们公司做危机公关可是有一套的 是不是刘亦南派你来到我这儿的 吴公老师 您是专业的月评人 大家都认您 所以我希望郑波绪能得到您的指点 小姑娘 我谢谢你对我的恭维 不过我也请你冷静地想一想 一个人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一定要做到心里有数 这叫有自知之明 不是那块料 神仙也帮不了 可您作为一个专业的月评人 只知道说歌手唱得不好 却从来不提意见 也是不敬业 您好 您播叫的用户正忙 请您 您好 您播叫的用户正忙 请您稍后再播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busy now please dial again later 你到哪儿去了 是堵车吗 以后我给你派个司机吧 送你上下班 老这么堵车不行 不用 没有堵车 只是顺便看了个朋友 我一直在等你 想跟你解释一下 今天发生的事情 解释什么呀 今天不都挺正常的吗 你别这样 这又不是我的意思 证件会 对 跟投资方都希望这个副总裁能快点到位了 这样才不会影响公司上市的进度 对 我明白 我也理解 你所想的都是为了公司上市 正好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以前呢 公司这些方面的事我从来不参与 都是由你来负责 但从现在起 我想改变一下 以后公司的经营管理我都要参与 还有重大的会议也希望你能提前告诉我 分管事项要明确写在章程里面 不要负责艺人开发这一块 好 我答应你 你是资深音乐人嘛 艺人开发这一块交给你也是对的 而且这是公司经营的核心 交给你我比较放心 还有 公司上市之后 我和萧萧的这部分股份 必须要明确 满清 在家庭财产跟存款这方面呢 我一直给你很大的空间跟自由 我从来都不过问 所以你应该知道 你跟萧萧我是放在第一位的 我都没怎么考虑我自己 你突然提这个 是对我不放心吗 你也说这是家庭财产 我说的是公司股权 我需要我获得那部分 是受法律保护的 至于萧萧呢 她年龄还小 我作为她的监护人 需要为她代持 你也知道 她以后生活 事业发展 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 是吧 行 我答应你了 我只是觉得你突然说这个 感觉你很陌生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十块钱 你要吗 鱼几胃 便宜卖 好 不是 真的是你啊 我还以为我眼睛花了 看错人了呢 你怎么在这儿摆地摊啊 你现在不是应该在酒吧里面 唱歌吗 得罪理解了 不去了 你被酒吧开除了 是我自己走的 我在那儿只是想唱歌 不想应付那些人 不是 其实我觉得 厉姐那种人嘛 你就稍微应付一下就够了 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吧 那难不成 你打算放弃唱歌了 当然不了 唱歌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那就行 吓死我了 我们家珍珍可是给你寄予厚望的 她要是知道你现在在这摆地摊 她不得难过死 她可是觉得你之后 一定会成为大明星的 那你就别跟珍珍说 我在这儿摆地摊了 省得她失望 其实我在这儿真的也没什么 挺好的 你看现在我不去酒吧了 除了摆地摊 其余时间有很多 我就可以搞音乐 搞我的创作 我可以写我自己想写的歌 然后我还可以把小样 发给各个公司 没准是个机会呢 不过也是 确实酒吧那种地方 一直待下去也没有太大出息 现在这样也挺好的 那你简厘投得怎么样 有公司恢复吗 没有 没有 可能 可能他们还没来得及看呢吧 那星空舆论呢 珍珍不是说那个音乐总监很欣赏你吗 还有上次那个什么首唱会 你还上场也演唱了 听说唱得特别好 幸福欲乐 就算是联系我了吧 其实 挺好的 反正我还是那么觉得 只要我努力的话 肯定是会有机会的 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有道理 反正你好好加油 我来看看你卖的什么 都还挺小女生的 那这样照顾你生意 我也买一点 金球 就别买了 我送你 完了你也给珍珍也挑挑了 这怎么能送 该买还是得买 但是这个小熊倒是挺可爱的 挺适合珍珍的 真的吗 珍珍会喜欢 那你帮我送给珍珍吧 瞧你这样 哇 在桌上里有一张电话进来 喂 在哪儿呢 在家 你现在立刻过来 半个小时之内 我要你出现在我面前 我有话要问你 喂 你真懂我是机器人啊 随叫随到 你这不挺好的吗 我以为你心脏病突发不省人事了呢 你一下午都没上网了 我还不能有点个人的时间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自己看看网上的新爆料 现在就看 你自己看看网上的新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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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都上热搜了你公公 他又发了一篇 他这不是在专业技巧上 给你进行了一些点评吗 这好事啊 你俩以后出好关系了 他在舆论上支持你 你还能在唱歌技巧上面 得到一些进步 双赢的 千万别感谢我这事这么用 虽然我的天也没少跑啊 这事也没少糟蹋白眼 但我觉得看完这文章以后 就特别迟 我感谢你 感谢你什么呀 脑子是个好东西 我希望你也有一个 你吃饱了没事 赶紧去找他 你继续往下看 把最后两段给我读完 念出来 我怎么会读完 不容易 这一段时间 我早就来找我四场论打 故意不老夫 让我承认他在你前面 进去 让我改变对他的评价 这是 这是可笑至极 不可非要让我给郑伯徐一个评价 第一 他不会唱歌 第二 他不是唱歌的了 劝他成年轻干净 他说的那个助理是你的 你说你要去找他见他 劈头盖脸骂他一顿 我可能还会感谢感谢你 他是一个专业碰瓷 专骂名人来炒作自己的一个人 我从出道就开始黑我 黑我到现在我一声没坑 忍了很久已经够装孙子了 还让他来笑我唱歌 你开什么玩笑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 我现在真诚意孙子了 我觉得他是个春夜月评人 是个行家对你指点指点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那我的面子呢尊严呢 这个世界难道就他一个人懂医院吗 我只想告诉他你的实情感动他 不是我 我怎么跟你说个话那么费劲呢 你是我的助理 你的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我的立场 以后如果没有我的同意 我求求你了 出去不要乱说话 行不行 你赶紧走吧 我求求你了 走 走啊 自作聪明 我真的是 对不起啊 没想到回家 你现在说对不起我 什么用东西人家都发了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你赶紧走吧 我求你了 你 onlar God 这种人干不了火啊 你知道吗 我可以的 我愿意从 最基层的事情开始干 干好每一件小事 我告诉你 一定不要当许哥的助理 他这个人 性格太古怪了 太难伺候了 反正你要是真的干得 特别不开心 没有辞职呗 凭什么呀 你以为谁都能 尽心跟我露我 那是万一挑一 选进去的 反正我一定放弃过 唱歌认输过一次 所以我怎么样也不能 再放弃第二次了 你说这梦想怎么这么难 还是得面对现实 反正老天是注定 我不是当明星的料了 不甘心也不行 一放弃也不行 我觉得有的事情 你既然已经决定了 那就不要再去 小心得多了 对不对 那有的工作室 你要接触以后 才会觉得还蛮好玩的 有时候会现在 这日子我会珍惜 不放弃 让你做回自己 让你做回自己 其实我都懂 是我不想去结穿它 回来啦 对了 我给你买了个礼物 你先看看啊 这个买一送一的 给 然后我也留一个 喜欢吗 谢谢 谢谢 对了 你知道我这些东西 都是在哪儿买的吗 你猜一下 不猜是吧 行吗那我自己告诉你 我这些东西可都是 是在余子瑞摆的地摊上摆的 余子瑞去摆地摊了 对啊 她说她在酒吧得罪了力竭 然后混不下去了 所以就先摆摆地摊 但是也证明她挺洁身自好的 她在哪儿我去看一下她 别别别 她现在挺好的 也挺积极向上的 真的假的 真的 她自己呢 也觉得在酒吧里面 混不下去了 所以一直在想退路 这样也好 但是你可千万别去看她 你说被我撞着了她都没事 要是被你撞着了 看她现在这么潦倒 肯定心里不舒服 这样好看吗 怎么样 为什么认真的人都这么惨 你怎么了今儿 怎么感觉今儿进门就怪怪的 是不是心情不好 说一下我给你分担分担 有个月评人叫吴光 她写了一篇文章攻击郑博 那我就觉得不舒服啊 我就去找她 想让她更了解郑博 结果她写了一篇更恶毒的文章 骂她 她误解我了 然后 然后 郑博博就发脾气了 郑博她骂你了 这人也太王八蛋了吧 好心被狗吃了呀这 你别太难过了 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好了好了你先别哭 那要不然这样 我跟你说 地球就是这样特别残酷 要不然我们明天就搬家 全搬回火星去 怎么样 我要不要再去找下午过 我觉得不要 你可别去搅事了 你还不觉得现在难受啊 越搅越乱这事 你现在要真这么不开心 你干脆别干了 来我们公司 你在公司干得开心吗 我还挺开心的 你都不关心我下午都换新公司了 反正是一个叫怒放的小公司 刚成立的 我呢刚进去一周不到 但人都还挺好的 全是一些小心人 见着我呢 都夏元姐夏元姐地叫着 怪不好意思的 真行 别不开心啊 如果你真的在那儿待着不开心 不好受 你就辞职 来我们这儿 好吧 看你可怜呢 这儿都要 你们这儿踩一下踩一下 别哭了啊 戴裤子不好看了 小姑娘 我谢谢你对我的恭维 不过我也请你冷静地想一想 一个人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一定要做到心里有数 这叫有自知之明 杨助理 我看你也是刚入行吧 我就送给你一个忠告 在你没有被这个染缸染黑之前 赶紧换个工作 不是那块料 神仙也帮不了 江湖险险恶 不兴赶紧撤 夏元 我告诉你这事没完 我是非常诚恳地在跟他交流 我怎么想都不对 我一点冒犯他的意思都没有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我必须还是要去找他当面 跟他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不能让他冤枉我 杨诚诚你怎么就这么着呢 开心就好 杉总 郑伯旭这首单曲的点击率和下载量是真上不去呀 我们起宣布什么动作都用了 没用 要不咱还是买一点点击率吧 大不了别让杜总知道就是 别了 你又不是不了解杜总的脾气 他很有原则 已经不高兴了 如果这个谢过出去 更麻烦 行吧 那咱还是按照正规流程走呗 那就怕什么呀 我就怕郑伯旭又给我出什么漏 我都再造点什么负面新闻 还有那个吴公 他软硬不是悠言不尽吗 他 又 拔走 来了 你聊完了 随时可以玩 来 坐 我带门啊 这是公司近三年的财务报表 有问题吗 一般人看不出什么问题 但证监会可不是一般人 但是你这个副总 又不是一般的副总 为了公司 你要替我张罗张罗 为了你 我愿意 太好了 这样公司上市一定会很顺利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这上市的钟能不能敲响 不能光依靠万胜的投资 还需要一系列的资本运作 说白了 就是我们要用钱去编织张网 出海打鱼 至于打了多少鱼 那要看公司的业绩 这是桌子上面的事 还有桌子下面的事 这就是市场环境的复杂性 所以其实我不同意 公司内部有些人 脱离市场环境 搞艺人开发 我上大学的时候 经济学教授第一节课 就跟我们讲 理想主义啊 是不能当饭吃的 是吧 都对 你说的都对 所以我有个提议 我觉得我应该参与到 公司的一人开发对务中 但是我有个前提啊 我可不是来争权夺利的 我知道 我知道 琳娜 你刚接触这个行业不久 我的建议是 不着急 慢慢来 你可以先感受一下 这个行业的规律跟节奏 然后一切咱们再从长计议 好吗 可以啊 我本来就是来跟你学习的嘛 这个 这是我做的初步的公司 一人开发计划 你先看一下 有声音简告诉我 这个功课做挺足的啊 当然了 我可是熬了一个星期的业呢 嗯 嗯 我 我我我待会儿看 谢谢你 烏工老师 谢谢你藏着以来丢了 谁是烏工啊 就那个穿西装戴眼镜的 我爸有紧 然后我 我下次再邀请你 好吗 好 再见 好 就是这个人吗 就是他 就是他 让你陪我 赶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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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自己看看 这视频里边 满屏都是你的大特写呀 不是你 你跑这干什么去了 你的意思是 别人偷牛里拔妆是吗 上回就是你追着人家 搞得人家又写了一篇 骂兴趣的评论 这一堆是你不嫌臭 非得拿个棍子里面 搅着臭是凶天的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 我就是想去解决一下问题 你解决问题 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吧 你别以为进公司进得轻松 你就什么都能干 你还愣着呢 许哥好 我丑话跟你说前头 如果出了什么纰漏 你这个星空娱乐的临时工 全给我兜住了 这事是吴公老师误会我了 我真的是无辜的 我管你无辜不无辜 我让你兜着给我兜着 别跟我废话 声音这么大 公司外面都听见了 我要让他去打吴公那怎么了 你让他去呢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刘聪跟他没有关系 你不要听他瞎说 任真 你续续都承认了 你还死不认账吗 你说我让你去骂人才一顿 你还把人家给打了 你打得太好了呀 他 你给这尖乱了行不行啊 不是不是不是 徐哥 那吴公有毒 回头遮咱们一口受不了 遮 让他遮 大不了啊 再让有的人找解人 把他打 把你找牙刀手 别 徐哥 你手里要留情啊 你这一时痛快把摊子给掀了 到时候擦屁股的事全得我了呀 你手里要留情啊 有一句话叫 该出手时就出手 来 加油 这事我错了行吗 我求你们了都是无关的错 我现在恨不得拿一板砖 把自己拍死 这不知道这行不行 薄絮 事情闹成这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你 是不是你让人干的 你就都算我头上吧 粉丝干了我想干的事情 漂亮 你对粉丝还真是好 你能不能把对粉丝那些意气 稍微分一点给公司啊 我们才是你的家人 能不能少给我找一些麻烦 吴公他自己嘴贱 这叫什么呀 活该 懂吗 吴公啊 他是圈内有名的评论家 不管他说得对还是错 咱们就虚心接受 干吗跟他一般见识啊 我已经跟你说了恩赐了 公司现在给我的定位 和音乐的风格 类型 都不是我喜欢的 我知道你喜欢什么 C-POP 是吗 没错 我写的 我唱的 就是C-POP 我是第一个扛起C-POP大旗 即使你们再不支持我 或者有多少人瞧不起我 都没有关系 都无法阻止我前进的道路 我给你取一个例子 多少人现在在听 国外的音乐 即使他们听不懂 还是会听会放 你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海外的人 开始听中文的音乐 这是多么值得 让人骄傲的一件事情 更何况 这件事情因我而起 我呢 也不止一遍地告诉过你 C-POP这个梦想很伟大 但是在中国 它就没有这个文化背景 它也没有这个受众基础 你拿出去放给别人听 人家就是听不懂 所以我求求你 乖乖地听公司安排 我们帮你安排的路 绝对对你是最好的 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 好几年前我跟所有人 同学也好 家人也好 我说我能当一个明星 没有人相信我 但是今天这一刻我做到 我再告诉你 十年之后 我说我要把C-POP 带到全世界上 更多海外的人 听到中文的音乐 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 你等着 你爱信不信 C-POP王子 别忘了健身啊 不用你管 来 都这么晚了 公司人都走了 我还带着这儿呢 心情不好 听听歌 我刚才还想用一下这儿呢 结果被你给占了 我看完笑了 你坐 刚才刘亦南骂你 确实骂得太过分了 你说你平常怼我的 那个劲去哪儿了 他说你几句 连反驳都不敢 不是不敢 的确这事是我做错了嘛 那是我的方式有问题 让乌公对你误会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乌公这个人哪 软硬都不吃 他就是一毒蛇狂魔 反正我这助理 没做到位 让你背黑锅了 我被骂了还什么 可是 晚上也有不少人在骂我 说我 拜坏你名声 给你抹黑 总之 不找脑子哦 你要记住 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何必要去在意 虚拟世界里面的人 和他们说的话呢 如果你认真的话 那就代表你输了 只能证明你的内心 还不够地强大 好了 我都已经够心塞了 虽然这次做错事了 那就当买一教训呗 好心搬回事说的就说 但是鉴于你对我重心耿耿 给你一个奖励 我从来不欠任何人 赔给你 虽然没找到一模一样 但是如果你建议的话 我不会嫌麻烦 还可以再去找我 我先走了 你慢慢听歌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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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先走了 你都走了 郑博旭的新单曲受到影响 非常糟糕 还好吴公没有派人起诉 郑博旭就是一个炸弹嘛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 后续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 要不我们先开一个发布会 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这样也占主动权 你们去安排吧 但是策略一点 单曲就先别管了 就是让郑博旭 为公司多挣点钱就行了 现在确实因为这个事 之前谈的代言全黄了 这是雨琪的策划 她想让博旭跟粉丝进行互动 毕竟她现在有这么多粉丝 从粉丝这儿下功夫 看看能不能挽回 粉丝经济是公司 很重要的一块手艺 也是公司将来 要重点开发的一块领域 你们呢好好支持这个活动 思路可以放开一点 尝试各种新的形式 就让郑博旭当我们的试飞员 好吗 不好意思啊 打断一下各位 陈总 咱俩可是有约在先的 你也答应我了 艺人开发这块 是由我全权负责的 为什么我现在听说 要有一个外人 来干涉我的工作呢 我们再开会 我待会儿私底下跟你聊心吧 放心 这么巧 正好 趁公司几位高管都在 我们就来聊一下 艺人的发展技术 这件事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吧 投资方想要看到的 是以市场为导向的 艺人发展计划 我们不能拿着投资人的钱 去搞个人理想主义 再说了 我的想法早就跟你沟通过了 以盈利为目的 才是公司的经营方针 并且你也高度认可 马总 艺人开发呢 是一个技术含量 非常高的工作 需要懂音乐 懂市场 这个马总才来几天啊 陈总 他懂什么 你又高度认同他什么 星空娱乐 是要上市的大公司 而不是家中小作坊 你不可以任人为亲 还有 这样对员工发展受限 就我个人而言 我对万圣也没有办法交代 你不要左一个万圣 右一个万圣的 有钱就能干涉我们公司 内部的工作吗 外行就是外行 你还是回办公室喝咖啡的 请我喝咖啡的办公室 有很多我在这儿 是你的荣幸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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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完了吗 这样吧 我们公司呢 各自成立 两个艺人开发部 A组跟B组 杜总跟马组 各管一摊 互不干扰 有这个必要吗 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不错 反正我已经决定了 我这么说 就这么做吧 你们两位 都觉得自己很有能力 那就多花点精力 在工作上面 这是公司 我们拿成果来说话 好吗 好 天昊 那我现在就去忙工作了 二位辛苦 不客气 我的意思是 不是辛苦我们俩 是辛苦陈总想出这么一个 两成其美的办法 我俩先忙去了 你去忙了 嗯 公斗戏 太猛了 陈总未来的日子可不好过啊 这不他自己认了 他忘了呀 你看看你现在乐祸那样 怎么啦 天天 天天顶个局高头 还挺个大肚子 我这头型不好看吗 不错 非主流 非主流 我不帅呢 我觉得那个人特别好 我问你我是 先说公告 不错 不错 等千年之后 他亲吻住我的手 在夜色中 有滤镜似墨 同样的温柔 你好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回忆等消息 谢谢陆总 陆总 要先猜一个吗 不用了 听了一个上午 没有一个有猜期的 让他们回去等通知 把迪摩留下 好 那么先出去了 哈喽 嘴来了 我听你唱得纯白非常不错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来 坐 好 都跟他说了 公司意思我已经给拿了 他手里拿的就是法国部 刚拟定的合同 看了 怎么样 看了 怎么跟您说呢 我觉得合同里面有些调缓 很呵呵 不知道能不能休海 理解 站在你的角度呢 可能会觉得 这份合同过于苛刻 比如十年还有高额的违约金 但是站在我们的角度考虑 我们也是爱惜人才 预防人才流失的一种手段 这也是希望 重点培养你的一个方式 我明白 那让我考虑考虑 考虑清楚 毕竟一签约就是十年 十年之内可能发生 任何意想不到的事情 谨慎一点也好 那两位老师我先走了 好 期待与你的合作 好 把活力 来 杜姐 一上午就替你在那边选歌手 挺忙的呀 你也没闲着呀 开发艺人不就是做这些吗 各尽其责就好了 还有 以后在公司 请称呼我的职务 叫我杜总 管理艺人开发新人 是大老师那边的意思 也是我分内的工作 如果你觉得我抢了你的奶浪 那真的不好意思 我该动还得动 另外 我叫你一声陆姐 这多亲戚 这是公司文化建设的一部分 也是我分内的工作 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 固然是好 但是在公司 还是要公司分明的 姐姐妹的 要搞得像一家人似的 说起话来也不方便 让底下员工听了 也会不知所措 走 叫你姐 非要叫你鸡毛尸王吗 来 帅哥 你说我要是把你这只东西都买下来的话 得多少钱 大哥 这些东西都是女孩用的 你应该用得上的 或者说你要送给你女朋友 你应该没有那么多女朋友吧 我的意思呢 是我把这些东西都买下来 让你有时间去搞音乐 你认识我 你不认识我 但是我看过你长哥的视频 人气还挺高的 刚巧 还有朋友向我推荐来的 这样 待会儿呢我还有事 这些东西我拿不走 明天如果你有空的话 把这些东西送到我的公司 还有 你手里有多少货 我全都要了 我希望从明天开始 你就不要再做 白地堂的生意 我说谎 每个一层 都不重要 如果你回来 今后的我 如何面对 没有你的时间 小鸟 很冷很远 很冷很远 很黏很远 很冷很远 是多么美好 我现在很难熬 知道吗 想念走前你的依赖 可现在能做的 只能为你祈祷着 我只想有你 尽情的拥抱 为什么碰不到 终于面对不了